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两人都表示他们将会继续让休斯顿警察局局长 Troy Finner来训任 而John Whitmer则表示他已经得到休斯顿警察联盟的背书 所以表示他自己将可以和休斯顿警察做一个更好的搭配 那么在今天12月5号将会是最后一天您可以做early voting 就是提早投票 好 我们看一下昨天在法庭中出现了这名19岁的男子 被控将21岁的女友杀害之后将他的尸体藏在女友的车子 trunk当中留在Maryland 那么这名19岁的男子叫Ariel Cruz 他已经扶手认罪 而在许多的录像镜头都可以看到 在杀害女友前两个小时之前 两个人还乘双入队的到处去做shopping 那么女友叫Idenia Campos 他们的家人表示一开始就反对这两人交往 但是Idenia不听从父母的劝告 结果最后引来杀身之火 好 那么再来居住在大休斯顿地区的用户们 可能可以看到您的水费将会得到进一步的缓解 许多在休斯顿的用户都表示 他们的水费莫名其妙涨了好多倍 甚至有些人说跟三年前相比涨了十倍 那么最主要呢 Houston Public Works表示 因为在休斯顿地区已经有超过20万个水表 无法运作 因此他们必须用猜的方式来估计 这些水表不工作的用户 而在三年之前 水表的故障数目不过只有4万个 但是三年之后已经成长了5倍到20万个 那么在这个星期市议会将会投票通过 是否让他们的猜测手法呢 不要用三年或是两年以上的用水量 而用在六个月之内的用水量来预估用户的用水量是多少 所以市议会表示或许您现在接到了这个昂贵的水费单 在下个月会可以看到做调整 好4band ISD两年前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一个新的校总监叫 Kristie Wiebeck 结果Kristie Wiebeck在12月1号的时候 向4band ISD以退休的关系请辞了 而其实在他的契约当中呢 他还有两年的时间才完成他的契约 但是因为他表示要将在明年的6月30号以退休的名义 离开4band ISD 而4band ISD的是他们的这个教育局呢 也投票允许通过了 因此现在4band ISD又要开始重新物色新的校总监了 那么从他的6月30号正式退休开始呢 将会由目前的Deputy Superintendent Beth Martinez 就是副校总监来代替他的位置 好 再来看一下 那Lamar Consolidate ISD呢 现在因为在Rosenberg的人口持续成长 因此呢他们必须要重新划分小学 好让人口分配平均 可是现在的rezoning已经激怒了许多居住在Rosenberg的父母们 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儿女将会从原来这个平级A的小学 Frost Elementary被送到平级C的小学Travis Elementary 虽然Frost Elementary的人数比他的最高人数超出了200 而Travis Elementary人数还离他的最高饱和点还少200 照理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分布方法 但是由于两个学校的评级差太多 因此造成家长们的极度不满 现在将会在下个星期举行一次听证会 让家长来发表他们的新声 许多家长表示这一次学校的rezoning 已经会影响他们的这个property value 他们的房屋的市价 许多parents还表示他们最后可能会选择搬离Lamar ISD 好那么在KD将会于这个星期五开门的 对不起是下个星期五开门营业的一个新的游乐场所 叫Sleek City 这是全世界第一个waterless water park 就是无水的水上公园 而且是在室内的 总共占地面积是五万五千平方英尺 他们有十一个大型的slides 还有这个钓线索 Zip line等等的这些游乐设施 他们表示呢 这是德州第一个没有水 并且也没有阳光的水上乐园 欢迎大家在这个冬天的时候 无法使用真正的水上公园时呢 可以去他们的这一个场所来给 不论是大人小孩都有许多 这个玩耍的空间 好再来和进入朋友们播报的是 现在进入冬天 孩子们的上呼吸道感染已经可以看到是显著的增加 当然大家都很关心 现在发生在中国的这个病毒室和霉菌 各式各样的混杂感染已经流行到了美国 因此在这边特别提醒家里面的小孩们 要常常的洗手 医生表示呢 这些上呼吸道感染 通常应该不会太严重 但是如果孩子年龄很小的话 父母要特别的留意 好最后提醒听众朋友们的是 现在进入到了Christmas购物的阶段 那么许多网上购物呢 最后可以送到您的家门口 而也看到这个偷package 就到您家门口偷取Amazon 或是其他的购物所送上的包裹的情形 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因此在这边提醒民众需要特别的留意 比如说装上这个特别有monitor的电铃 还有让这个商家给您 text alert的message 再来呢是甚至叫请他们送到附近的商店 或是locker 到时候您亲自去领取 像Amazon就有这样子的服务 当然不然就是请您的好心邻居 帮您留意一下 好的亲爱的朋友 谢谢您收听 美军为您翻译编辑播报 德州以及Houston方面的新闻 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二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